继续来看到加以关的消息 经济部工业局副局长尤佩金 在管党汪章梁 警察处长港政委的北洞之下 整容视察买到后申入行区 外道路和审航山 以及167山道路 各款的工丁进度 在听处建设处长林宗里的官部 后副局长尤佩金表示 即便关乎相关时间团队 可以加速工丁的进度 及时间评计 母亲买到后申入行区 一期行区已经有24间的穿上进阻 其中五间已经正式言文 另外行区来设处公共设施 也一定在8月专门开访 对处管护对买到后申入行区 旧边的申入道路非常重视 13号上午邀请经济部工业局 副局长尤佩金 整容视察 丹佩基础在工丁会用的部分 加速工丁是一页六千二百六十万 1673是五页五千空七十七万 未来加速工丁 全款是24公区 配在单向两车道 以及一万车道 在1673六超大的部分 除了全款之后 全款是24公区 配在单向两车道 以及一万车道 另外几个多款道路 会利用现有的教堡 作为列色水道 作为工丁的两点 那未来我们希望 这些嘉义啊 未来陆续的这些工业区的开发 那包括未来工业局所主导的 水上的南径跟中埔的公馆 那如果顺利陆续开发的话 我相信嘉义县的产业内容的多元化 就可以往前进到非常重要的一步 那这样子未来嘉义县要发展成农工大县的可能性 就非常的高 那整个嘉义县的子弟啊 在寻找就业机会的时候的多样性选择 也会比过去啊 高出非常的多 那我想这样的话 一方面可以减少很多社会问题 很多小孩子可以在家照顾父母亲 二方面也可以带动整个台湾的产业的量能啊 啊往更进步更新更更好的方向发展 文章梁说 不仅经济部各位开发的中部共管 以及水上南径 坚持行政业意义核定了后 将建设工程以及设计法报作业 未来的三年来 将会看到没同样的社会走龙 跟嘉义官的参业起飞 其他经济少年人欢迎回家 新星新闻中来信嘉义官彩虹报登 下载旺TV行动客服APP 并登入您的收视户资料 就可以马上查询电子账单 发票及直播频道等 行动账单客服服务 让您带着走 以次满足所有需求 旺TV行动客服 最聪明请快去下载哦 旺TV数位电视